一年一度的游戏王盛世 世界大賽WCS在九月盛大舉辦了 本次來自全球的知名選手 一起飛往西雅圖爭奪決鬥王的稱號 希望世界賽挑戰是什麼樣的體驗 站在世界的頂點又能看到什麼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體驗看看吧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羽扎 今天這個開場真的是 特別到不能再特別啦 我現在仍是在桃園的國際機場 我們這次的影片是要去哪裡呢 就是要去一年一度的游戏王的世界盛世 游戏王世界賽WCS的2024 OK 由於有兩位的熟面口 這次會一同前往西雅圖 所以這次的這個世界賽的影片 可能會跟之前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我會以一個第三個角度 去跟大家分享 這個選手們是怎麼樣前往世界的舞台 然後去用自己的牌組來打造巔峰的喔 那我們現在呢就去找一下兩位的選手們 那我們這次的這個行程裡面呢 有個熟悉的大哥啊 可以第幾次打世界賽了 第三次 第三次了嘛對不對 2018 2019 然後去年是第九名嘛 亞洲賽第九名嘛 對不對 然後這次捲土重來啦 然後來到我們這一個亞洲賽的馬來西亞選手啊 這個是第一次打這個世界賽 第二次 第二次 上次是什麼時候 也是19年 德國柏林那次 啊 對 就是嚴肅那個環境 有沒有信心 還好 你加信哥在很難有信心 欸欸欸 真的謙虛了 欸 台主播在去年的時候 好像有曾經說過很想去世界賽嘛 喔對啊對啊 那個做為這個MASTERDIO的團隊裡面的藝人喔 潛進到世界覺得怎麼樣 呃還蠻 蠻開心的吧 反正就能去世界賽 而且這也是我第一次 算第一次出亞洲吧 YOUTUBE裡面其實有蠻多人支持的這個 MASTERDIO的這個直播啦 載著這個大家的希望往前衝的感覺怎麼樣 很爽啊 壓力蠻大的 壓力很大對不對 壓力蠻大的 學說我們在集合完畢之後 就馬上前往美國西亞洲 這次的飛行時間是12小時 可以說是混跨了大半的地球啊 在到達後 火速前往飯店 大家也一起吃了美國的第一餐 由於時間也已經很晚了 我們就直接就請 等待賽前日的來臨 但想不到來美國沒有多久 就馬上遇到了大挑戰 時差 好 好 賽哥 昨天睡多久啊 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我們昨天兩點吃完 然後差不多睡到六點 五點 早上還是要該秤的飯還是要秤 呵呵呵呵 該吃的要吃 對 該吃的要吃 在選手集合完之後 馬上就要賽前準備 每位選手都必須聽完裁判的規則講解 還有繳出自己的最終牌組才能參賽 世界賽的說明會可以說是最高等級 會有接近十位的裁判一起執法 可以說是非常的壯觀 YuGiO Duel Links YuGiO Duel Links YuGiO Duel Links Rush Duel YuGiO Master Duel 對啊 感覺現在交完之後應該就沒什麼事情了 嗯 睡一下 睡一下 等等先休息一下 睡一下吃一下再睡一下 對 呵呵 再去玩一下 再去玩一下 小交完排圖之後的賽前日晚上 選手們會被招待參加賽前晚宴 可以在會場留下自己的紀念照片 畢竟能達到世界賽真的很光榮啊 明天就真的要比世界賽了 我們一來問一下各選手的心情啊 我覺得你真是重點人物欸 你剛剛這個為什麼他們都要問你的這個 這個名字感覺很像是明天會 有好戲可以看的 他們忘了我是誰了 他們忘了你是誰了 對 你要跟他說 太低調了 你要跟他說 read my name啊 誰欸 2018 圈天旭嗎 對啊 我都不好意思說 你覺得哪一副會是最多的這個主題 尤備爾 尤備爾嗎 呵呵呵 前一天嘛 你們會覺得比較緊張 可是你都參加過三次了 會啊 我們就沒來了 太怕了 人都不一樣 但你還在 我們第一次來到世界賽的這個 人氣主播啊 阿J主播在這一次來到這個世界賽 參加這個晚宴之後 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還不錯啦 還不錯啊 對啊就是感受到 歐美玩家跟亞洲玩家的那個 不一樣對不對 對對對 歐美玩家很High 很熱情 應該說MV裡面的環境 應該其實跟TUNK 可能不會差太遠 基本一樣 基本一樣 對基本上也 那比較強的可能會有哪幾副牌組 呃 尤備爾 炎王 可能 一次壞烙印 那這次你的這個組隊上面其實是 昨天有看到是跟這個兩位這個韓國的 這個選手一起組隊嘛 對 那你其實很好奇啊 你的溝通上面是怎麼樣溝通 就 對 對 沒有沒有沒有 用英文啦 用英文 就可能英文日文交雜一下這樣 其實 對阿 還蠻緊張 跟在台大考試哪個標準 當然是參加C style 其實我很緊張 我也很緊張 喔真的 對 然後表現不出來 這次就是取得這個 亞洲第一的這個 那個直接把我們的汪哥給墊下去 直接把汪哥給墊下去 應該把他打再多一次 才可以做世界冠軍 對對對 才可以做世界冠軍 我們的汪哥有預測一下 是不是可能是這個 那個優惠的更特末 他覺得是優惠 我覺得是蛇眼耶 你覺得蛇眼阿 我覺得蛇眼應該會是比較多 因為如果你看那個 就是打進這個世界賽都是選蛇眼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可能會用比較 舒服的 卡組來參加比賽 那今天要早點睡啦 對阿 那我們選手我們也辛苦了 這次 就是 真的是辛苦很大了耶 準備11個小時 好的那我們就再等明天了 來到世界賽的當天 所有選手們真的要準備出發 看著蓄勢待發的選手 配上西亞土美景 莫名覺得真的很帥耶 希望你們都能夠打出好的結果啊 好走得起啦 走得起啦 走得起啦 禮程 咒月 現在我們就要集合喔 去這個比賽的會場阿 在這個出發的列車上面 我們有很多的選手都集聚一堂阿 真的是非常壯觀阿 這個緊張感 油然而生阿 現在呢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這次本次的遊戲王的世界大賽的會場阿 進來呢就可以看到舞台的部分阿 那在旁邊呢還會有這個轉播席喔 也就是三語言的實況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的獎兵卡呢 也是以這個遊戲王最初的感動阿 親眼白龍為意象的一張冠軍獎兵卡 所以今天我們就只是要拿五勝 拿五勝 五勝就可以應該 到我們這一處 對 對 五勝阿 所以這時間的接近 現場也變得更加緊張喔 選手們也在萬眾矚目下登上決鬥桌 2024遊戲王世界賽正式開幕 王家俊選手在第一場對局中 遇到了來自美國的 Michael Thomas選手 偽進選手則是對上了 同為美國的 Ateria Darab 選手 家慶與Thomas你來我往 打到了第三局 在決勝的最後關頭 Thomas抽出了運轉需要的動點 一路展開 贏下了比賽 家慶很可惜 最終沒能拿下這場的勝利 同樣偽進也在第三局 被逆轉 兩人同時都沒有拿下首勝 瞬間氣氛也變得非常低迷 打第三局的時候 我還想說 他丟雨池應該 應該還得出去 對對對 可是那幾張牌都 真的動點太多了 沒問題啦 沒問題啦 好像改飛不了 那個 好像改飛不了 到底下一場應該全部的人 會打壞幾個 因為他們 情緒應該會提高 因為我覺得 雖然輸了前面的對局 但把握眼前的機會 才是重點 在重整心情之後 兩人慢慢打回節奏 同一時間MasterDuo的RJ選手 也在開局 就打出了世界賽高光 在經過了長達8小時的激戰之後 結果大家到底有沒有進入到第二天呢 可惜啦 可惜啦 所以我不知道在幹嘛 不知道 不知道該說啥 什麼事情 你也 那個東西 就是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就是對面一直給機會 但就是 還是很不正氣 對啦 可惜啦 做不好 可惜啦 沒辦法 很可惜 雖然沒有贏到最後 但大家都盡力了 最終MasterDuo部門的冠軍 是由去年的亞軍隊伍 Team7 復仇成功 TCG部分的決賽 則是由美國選手承包 Rubin選手使用克摩 尤貝爾拿下了冠軍 成為了2024年的 遊戲王世界冠軍 在比賽的最後 選手們也全員上台 看著你們閃著光的模樣 我想說 無論結果如何 你們都是最優秀的決鬥者啊 我們會一直支持的 親親 大家準備好手 準備好手 3 2 1 1 2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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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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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1 2